2024不只要选总统 当然也要选立委了 不过呢这个立委 他们在立法院的会期 9月份才要开始 但是紧接着而来一月 就要大选了 这些议案真的省得完吗 我们现在带您检视 5月31号结束的上个会期呢 其实已经完成了 172项的议案 那么这也是本届通过 最多的议案 也是国会改选以来的第三多 但是现在要选举了 当然很多立委的选战 打法都不太一样 尤其是民进党 他们虽然是执政党 但他们也改变了 他们的选战步骤 可以看到民进党团 立院的党团 过去比较习惯被动回应 但是现在他们几乎每天 都会有时事回应 还会有一些议题的记者会 甚至会拉来 自家要选立委的新人小鸡们 一起到立法院开记者会 帮他们争取曝光 至于国民党的部分 则是常年习惯举行一些记者会 针对一些政治的议题在做攻防 而民众党呢 则是锁定了政府打仗 以及一些参与国际组织的话题 至于时代力量 则是在静电市 还有居住正义等政策来着力 但是我们但你看到的是 现在要选举到了 那么9月份就要到了新会期 还有通常呢 他们在选举到来之前 都会提早述州打烊 让这些地方的立委 可以专心的在地方经营选区 但是下会期的重大法案 就是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哇这个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的法案 但是预算也是很重要啊 但是能不能处理完 现在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立委们要选举 还会把新放在立法院上吗 如果看完这些新闻 你还想了解更多政治资讯 不然找一找我们的QR Code 帮你更新最新的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